2022年象甲常规赛第一阶段 除了王天一取得全胜的战绩以外 深鹏特技大师同样取得了八连胜的优异战绩 而且有多盘棋下出了非常精彩的对局 本局我们选择的是常规赛第四轮 由深鹏特大直红对阵黑方许国义特大 开局选择中炮 黑方跳马 红方马二进三 黑方出局之后 红方强挺骑兵 双方迅速固阵成了中炮对平红马 双方互挺骑兵的一个下法 下到这里 红方出局之后 黑方选择非常流行的进炮 那么准备威胁红方的三兵 红方以往最为流行的走法是选择兵武进一 那么形成双炮过格 红方抬横居 黑方就停炮压马打向 以下红方飞向之后 黑方抢先出局 这个变化 双方基本上已经烂书于心 想取胜也是非常的困难 那么申鹏特大为本次比赛 也是准备了自己的飞刀 直接选择了兵三进一 弃兵抢先 这个下法也是正规的流行布局 高手偶有采用 但是对攻非常激烈 很多高手也是慎之又慎 此时黑方选择吃掉必然 红方弃兵之后 不让对方炮打兵 威胁底下 抢到了拳尽六的威胁 准备下部棋 平鞠压马 黑方此时依然有两个主流变化 其一呢 是选择马基金六 直接采鞠 那么红方呢 会选择退去捉马 黑方显然不能把马退回原位 否则红方平鞠一捉 抓马吃足抢先 红方局势非常的优势 黑方陷入被动 那么这个局面下呀 黑方只能选择马六退四 回马准备呢 去采兵抢先 虽然黑方有过河足 还有采兵的威胁 但鞠炮受迁 烈士呢 也非常的明显 所以呀 走这个变化的人呢 还是非常的少 实战当中 许国义呢 同样是选择了足迹进一 而没有敢轻易跳马采鞠 此时红方 马基金六 直接弃马 黑方如果选择吃掉 会怎么样呢 红方可以炮打足 将来平鞠压马 或兵基金一抢先 红方弃子抢攻 双方各有利弊 那么实战当中 深鹏特大呢 选择越马之后 许国义呢 还是选择了 较为稳健的平炮对军 红方压马 黑方高居宝马 红方选择冰 马踩炮抢先 黑方这个炮呢 显然不能轻易丢掉 作为反击的重要武器 黑方把炮退回下二线 准备平炮打军 是很好的反击手段 那么红方这里啊 顺势把过河足消灭 这样呢 三路马呢 也较为安全 三路线 马上要遭到黑方的反击 所以呢 这匹马呢 也是有个很好的防守作用 那么下走这呢 黑方平炮打局必然 红方躲开 黑方选择吃掉 以上啊 双方走的都非常的准确 应该说呢 也是以往比较流行的下法 红方炮八平七 直接平炮射马 黑方选择进鞠 点住向眼的同时 用九路炮给马伸根 红方抢先出鞠 黑方直接过足抓马 逼红方表态 那么现在黑方两个马 保护中足 红方如果强行踩进去呢 无疑于乱乱及时 所以身旁呢 选择进鞠吃炮 对抢先手 黑方这种棋啊 显然是不愿意打马的 那么如果你打了 我这边打过来啊 瞄住底下啊 火力也非常强劲 黑方此时选择对鞠 好棋 用自己的弱鞠 去腰对红方 比较厉害的四路鞠 可谓是明智之举 身旁特大呢 也不得不对 这个棋也不可能躲了啊 否则呢 被对方抢先 所以红方只能呢 先把鞠对掉 黑方虽然用一个弱鞠 换掉一个好鞠 但中路的防线呢 相对薄弱 红方抓住机会 赶快呢 把中足踩掉 黑方吃 红方打过去 黑方炮打底下 双方对攻非常激烈 红方从中路打开局面 黑方呢 则从底线啊 形成反击 此时呢 黑方选择炮弃瓶酒 准备呢 进去叫抽 身捧特大 直接呢 搞起羊角式 那么下到这个局面呢 应该说呢 进入一个中局的分水岭 黑方此时呢 选择了足三进一捉炮 效果并不理想 我们通过猜解 黑方此时呢 有一个平炮对炮的手段 非常不错 其一啊 防止了红方 拘八近期的凶恶手段 要求跟黑方对炮 直接呢 要求红方表态 其二呢 也是防止了红方 炮瞄住底下的威胁 那么以下啊 红方可能要摆一个中炮 形成弹子炮 黑方可以较僵 再选择退居 那么这个时候啊 黑方的三路炮 瞄住红方底下 又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准备炮打向 红方如果选择呢 下帅去防一手 黑方呢 就可以从容充足 那这个棋啊 对攻当中 黑方的机会更多 红方不是特别好开展 因为这个居呢 抬不起来 人家总是要炮打底下 所以说啊 这个棋如果黑方这么下呢啊 应该说呢 是完全不落下风啊 实战当中许国一特大 第一次选择充足啊 这是一个不太理想的下法 因为被红方啊 禁居一点 他根本就不躲炮 他现在禁居呢 准备要较僵抽居 你黑方根本来不及吃 那么显然啊 你退居抓呢 也没有太大意义啊 红方呢 这个炮呢 随时可以立中掩护 所以黑方这个时候呢 无奈 怎么去躲这个居呢 选择下底将啊 把这个底势吃了 杀底势呢 哎 消灭红方有胜力量 是其一 主要呢 避开红方这个叫将抽居的旗 那么你现在叫将我一补啊 你这里呢 就不能平居抽我居啊 那么现在啊 红方的炮 在黑方的嘴里 黑方呢 啊 这个旗呢 红方先躲一步 躲一步呢 避开啊 同时将来呢 有炮八尖二 准备呢 平中叫杀的起啊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此时呢 黑方直接炮打底向啊 孤注一掷 下到这儿啊 双方对攻依然非常激烈啊 双方走错一步 可能就万劫不复 那么黑方炮打底向 仅仅是贪吃相吗 主要的目的啊 是有一个马一进三 那么如果红方此时着急 选择进炮啊 虽然说呢 也是一个不错的思路啊 也是可行的 黑方呢 只能退居别住 红方如果还上照实战的思路 选择越马 准备去进攻 黑方呢 就有一个马一进三啊 这个马一进三太厉害了 这边打着鞠 这边踩着中炮 红方立刻就要崩溃了 这个时候呢 就看看出来这个炮的作用啊 所以说啊 红方不能这么下啊 实战当中 红方怎么下呢 红方选择进居 把这个马先给憋住 这步棋看起来是不错 但实际上啊 也是留下了弱点 把这个马别住 黑方没有马一进三了 但黑方有一部非常不错的退居捉炮 这步棋如果走出啊 黑方形势非常好 但许过一特大啊 很可惜啊 没有这么下 退居一抓 红方这个炮呢 也不好乱逃 那么红方上马 看住 是效率比较高的下方 那不仅给炮看上啊 而且个马还可以助攻 那么黑方接下来呢 有一部非常好的马一进二啊 这个狙呢 哎 做一个很好的掩护 那么现在如果你不打马 我马一进三要跳上来 非常厉害 所以红方呢 大概率要打掉 但是你打掉之后呢 中路啊 黑方呢 这里平易江 就非常的凶狠 黑方反而是呢 弃子攻杀 那么现在红方如果选择电 黑方就直接打了 那么你一吃呢 我再选择下足 那么有可能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啊 黑方弃子攻杀 形成狙炮足的强大火力啊 那么红方呢 只剩一个单式作为防守的话 这棋肯定是黑方占优啊 黑方虽然少死啊 但是火力明显啊 强于红方 这个棋啊 黑方大概率啊 能够取得胜利 非常可惜啊 许位特大呢 这盘棋呢 输就输在 哎 这个禁足 这个局面下呢 黑方再次选择了禁足 刚才选择充足呢 是一步不太理想的棋 那这个时候选择充足呢 是错过了大好机会啊 而且给了红方很好的机会 黑方看起来禁足是一个先手 但红方顺势一躲 反而呢 炮八平五要杀棋 可见呢 黑方这部充足啊 没什么效率 反而是给红方赶了一手好棋 黑方只能退居呢 先顶住 红方这个时候再上马呢 就顺风顺水了 你不能吃我呀 吃我炮八平五将军了 那现在呢 你黑方没有马一进三了 你现在很难给我抗衡 眼看着红方这四个大紫又冲上去 还有空头炮 黑方此时呢 选择平炮打狙 但红方恰好有一部炮八平九的妙手 把炮放在边上啊 顺根 那现在狙吃着马抓着炮啊 这边还打着马 这个马要冲进去 黑方其实已经不行了 实战当中呢 黑方选择退回来 也是很有想象力啊 将来呢 可以立中的去较将反击 但红方不给机会啊 顺势马而进三啊 不仅可以进马较将去进攻 准备呢 将来马三进五 马五退期抽居 同时呢 把你炮二平五的点也给看住了 黑方呢 就完全没有攻势了 红方的火力呢 非常强劲 可谓呢 是形成了一边倒 那现在黑方现在傻眼了啊 人家马上要马三进五 马五退期抽居 怎么办呢 黑方此时呢 走了一步平炮 先挡住这一点 因为黑方的居呢 也不好动 动了人要炮九平五 非常尴尬的一个局势啊 这样呢 深鹏呢 吃 简单先把炮一吃啊 也就锁定了胜利了 黑方此时进马登居 虹方平居桌 黑方选择拱足抓炮 这棋呢 就直接吃也行 那么深鹏特大呢 这个棋选择炮九平七 当然无可厚非 现在平炮又打马 黑方呢 选择退让 红方直接进鞠一吃 这个马又被捉死了 马也不敢动啊 你要是选择进马 我直接炮打相就死骑了啊 一炮就轰死了 这个马也动不了了 许国一一看啊 这棋完了 没招了啊 我跟你拼了 直接足三进一 我豁出老命啊 准备搏一搏 深鹏特大呢 一点机会也不给 这真是一点朋友也没有 直接呢 马三接二 直奔对方命门 照着对方后脑勺呢 就是一锤 这黑方呢 就不行了 现在呢 进马啊 准备马上退四杀旗 黑方就防不住了 你现在平居 我平中炮一将 你吃了我挂脚也就是死 你走啥 我先挂脚都是死旗 那许国一特大呢 情急之下 选择了退炮去拦 但是啊 拦不住了 深鹏特大 直接吃炮 精妙绝伦 硬砍啊 那你不敢吃我鞠 否则我炮鸡皮武杀旗 那么你不动 我现在还是要挂脚杀旗 走到这儿啊 已经是绝杀无解了 许国一特大呢 一看啊 大势已去 就选择了头子正负 应该说啊 深鹏特大 准备非常充分 开局非常犀利 中局力量强大 入局非常精彩 也是呢 取得了精彩的四连胜啊 最终呢 深鹏特大呀 第一赛贵制 也是豪取了八连胜 因为啊 有王天一的光环 大家都不要关注天一 也是呢 没有特别关注到我们深鹏特大 实际上我们深鹏特大呢 目前也是八连胜 位居我们射手榜的第二位 我们下载了一遍 我们下载了一遍 名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